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 我现在来到了沈阳北站 又要告别一座城市的旅行了 山水有相逢,再见,沈阳 永远在湿河远方的路上 我这一走就是千山万水 我下一站将前往吉林省长春市 现在我准备进站了 现在我已经进入到沈阳北站的后车市 好大 人流量很大 非常的繁忙 无愧是东北的第一大火车站了 快看这个人流量 这一次我又是坐的绿培车 后车市还有东北特产美食广场 火车晚点三分钟了 开始检票进站 人好多 前面就是站台 人潮拥挤 我在三号车厢上车 我们这边上车 抓紧时间 车厢里挤得要命啊 过不去了 借过借过 没想到北上的火都这么急 你那更小了 我是七十号 火车缓缓地开出了沈阳北站 再见 沈阳 已经到铁岭站了 本山大叔的故乡 这里火车的人好多 火车开进吉林省 这里是吉林的四平市 看一下吉林的乡村风光 火车窗外 利益盎然 沃野千里 火车下一站 将开进长春站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长春这个城市 长春别称北国春春 是中国东北地区 中心城市之一 和重要的工业基地 长春是东北亚经济圈 中心城市 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 和新中国最早的 汽车工业基地 和电影制作基地 长春电影制片厂 非常的有名 火车马上就要开进长春站了 长春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四大园林城市之一 壹花丽居亚洲大城市前列 长春市的位置 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 火车已经开进长春市了 窗外都是高楼大厦 非常的繁华 长春新副省级城市 到长春了 准备下车 准备下车了 下车了下车 从这边下吧 已经下车了 大美长春 我来了 没电梯的 要提箱子了 提箱子太累了 长春火车站分为 南广场和北广场 往北广场出的人很少 那我就往人多的广场出吧 从南广场出 不票的人这么多 从前方出站 出站的人好少 现在我已经抵达长春火车站 北广场 北站房应该是新建的 非常的气派 我们环视一周 看一下长春的城市建设 非常的大气 我一出站就被震撼到了 这个方向是万达广场 接下来 我将开启我在 长春的旅行故事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